他是共产党的大恩人 周总理将他视为知己 邓小平对他敬重有加 甚至连万人之上的毛主席 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 这个人就是宋庆龄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从民国国母到共和国副主席 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宋庆龄与毛主席之间 既是患难时期的肝胆相照 也有共赢曙光的君子之交 而1972年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 毛主席的一个临时举动 更是让宋庆龄不由感慨 毛主席真是聪明 欢迎百多搜索毛主席与宋庆龄 了解更多年代事迹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1972年一代元帅陈毅于是长辞 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纷纷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可临近追悼会的前一个小时 原本没打算参加的毛主席 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还用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志 盖棺定论了这位开国元勋的一生 也无形中提升了这场追悼会的规格 结束后 几位领导人一起走出纪念堂 为表尊敬 毛主席谦让道 让宋副主席先走 宋庆龄盛情难却 与毛主席周总理一一握手告别后 走向了停在门外的汽车 可他刚一迈开脚步 毛主席却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来一下 对身旁的夫人吩咐道 你去扶宋副主席上车 周围的人不明所以 可汽车上的宋庆龄 却早已对毛主席的举动佩服得五体投地 满含热泪的说道 毛主席真聪明 原来早在几年前的一次招待会上 毛主席夫人招待宾客 却唯独忘了给宋庆龄敬酒 尽管受到怠慢的宋庆龄 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是毛主席得知后 当下就严肃批评了夫人 事后依旧自责不已 一直想找机会给宋庆龄赔罪 直到72年陈一元帅之道会 两个人恰好都在场 毛主席便趁此机会让夫人亲自将宋庆龄扶上车 既弥补了当年的过错 也表达了该有的敬意 虽然只是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但却是伟人的良苦用心 而宋庆龄自然也明白 毛主席这番安排的用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细看故事发生的时间 在联系那段时代背景 不难想到陈老总去世后的情况 原本按照陈一德地位和级别 应该举行赴国级追悼会 可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 压低了葬礼规格不说 许多同志还被禁止前来参加 而小团体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击革命元老 或许是预料到了外界的情况 毛主席这才临时更改主意 宁愿拖着病区 也要前往追悼会现场参加 而周总理也默契配合 立即通知在京领导人全部参加 提高追悼会规格 不费口舌 无需兵足 便巧妙地画解了这一尴尬难题 难怪连国母宋庆龄 都被伟人的智慧所蛰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 留言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